發現中國漁船越界捕魚 我國海巡上前查氣 人散開 人先去右側 海巡人員互相提醒要小心 因為中國漁船的船身 插滿拒絕登檢的鐵條 還企圖蛇行逃逸 甚至衝撞巡防艇 中國鐵殼漁船想逃逸 不慎追逐碰撞 海巡人員強勢登船控制 將人船押回臺北港 漁船上17名船員 除了被留置之外 已經報警檢察官 以妨害公務罪裁罰 他的船身插的 這個拒絕登檢的一個鐵條 其實他不是船隻在做 漁撈作業裡面必備的一個設備 所以知道他對我們那個登檢 而且其實已經有做好相關的 一個不配合的準備 目前我們掌握的公斤數 在那一艘越界的陸船上面的漁獲量 是兩萬公斤 巡防艇遭鐵殼漁船碰撞 造成架艙薄離破裂 不只船身變形 船上設備也毀損 中國漁船闖入台灣海域 步伐漁獲多達兩萬公斤 最後通通海拋 巨檢逃逸還暴力衝撞 實在惡行重大 三一星期九號美城堂里拍弦 新竹台北常常報導 今íem 先amentos BGM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